提到纹身每个人对他的看法不一 有人觉得很艺术很酷 但有人觉得叛逆很抗拒 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无所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爱好的权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不觉的感觉身边接触到的人 或者是走在大街上 我发现出现在我身边的有纹身的人 好像越来越多 刚好在一个咖啡节上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目前在上海的长了路经营了一家咖啡店 他是一个纹身师 也是一个咖啡师 是一个典型的斜杠经年 于是我跟他约了时间 去他经营的咖啡店 和他一起去挖掘一下 当下这些小众冷门 或许也带有一些争议性的职业 首先我先做个调查 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过纹身的经历 先跟大家声明一下 这期视频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视频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来讨论 我们到了长乐路936号 你看竹子咖啡翻部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竹子的他的咖啡店 坐在我旁边帅气的小哥哥就是竹子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竹子 然后我是个咖啡师 然后同时也是个纹身师 但是这两个工作我都是在同时进行 暂时的话我还是以咖啡为主 然后咖啡这个行业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的 纹身这个行业的话 会稍微早一点点 在2018年的年初的样子 一直到目前为止 首先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想采访的问题 就是因为纹身师 包括咖啡师 其实它都是一个偏向于小众一点的 然后可能大家平时听到的 或者是接触到的 这个职业的信息都是比较少的 就比如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来从事这样一份职业的 这个其实就机缘巧合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住在长乐路 但那个时候就是 我从事的工作 跟目前的工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个时候我刚从学校出来 我在厨房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晚上会去骑车 去骑公路车 然后几个认识的人 然后他们手上就有纹身 那个是应该是我有意识的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挺好奇的 就问了一下他们 大概也就是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去纹了我的第一个纹身 但那个时候就还是没概念 就纹得比较丑 其实我当时也在有考虑过 要不要去学这个 那个时候的状态 就是我特别感兴趣 我大概考虑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把上海的工作辞掉 就直接裸辞 然后因为我是武汉人 然后我就直接回了武汉去学了 就后面我在武汉待了九个月 待了九个月 我又再回上海了 但我那个时候就是 经济状况特别不好 我做咖啡这行 也是因为我哥哥 对 我是那些双方带哥哥 对对对 对对 所以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纹身不稳定 我就是想着说 那个时候的技术 可能有的时候好 有的时候不好 对对对 然后也没什么客人 确实没什么客人 但是我想说 就是我必须要每个月 我要有稳定的收入 所以我哥哥就说 我跟我哥哥聊了这个事情 他说 那你可以试一下去做咖啡 然后我也是这个机会 因为我接触到了咖啡这个样子 对 所以说的确是很大一部分的因素 都是出于这种好奇感 对刚开始都是好奇 就是你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 某一个点 你接触到了这个东西 你就很感兴趣 你就从事了这个 就这两个行业 可能就是我一直要做下去的行业 那由此可见 竹子接触纹身 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 那这也让我想到了 当初我自己接触咖啡的时候 也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 要说兴趣也谈不上自己感兴趣 因为自己也不是非常了解这个东西 纯粹是觉得好奇 所以说我觉得保持有一个好奇心 那英文那叫curiosity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做纹身的朋友也有 然后做咖啡的朋友也有 做纹身的朋友 他们就是喜欢喝咖啡 对 去咖啡馆也是他们的日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去咖啡店 新的店觉得不错 他们也都会去 然后做咖啡的同行朋友 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纹身 对 对 明显的部位也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融在一起去 这两种东西就融合在一起 相同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 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说 就拿纹身来讲的话 你如果有一个大图你要做 你要去设计 对 你这个次工一定要好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做咖啡也是一样的 你不管你在咖啡馆是什么身份 你是店员也好 是老板也好 你的前提就是你得会做咖啡 在我看来 他们两个都属于 都属于手艺上的行业 对 我能想到的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 纹身的话 一般大多数都是工作室的性质 它不是开在街边 它可能是开在小区里 开在弄堂里面 一个工作室的性质 然后咖啡馆的话 至少95%都是要在街边的话 就是咖啡馆的话 稍微生意还可以一点的话 一天一两百个客人 这是至少的 对 但是纹身工作室的话 你可能就是 每天就有两三个客人 三岁客人 而且他们都是预约制的 嗯 因为我知道就比如有一些工作性质 是不能纹身的 对不对 影响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生活上的话 就目前来看对我的影响 就是很少很少 遇到最多的就是 我出现在公共场合 别人看我的眼神可能不太一样 就你可以感觉到 有的是那种 心想感很足的那种眼神 但有的是那种很不友好的眼神 但是生活上这种的话 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工作上的话 其实影响也不大 因为我在往这种 特别明显的部位 比如说手上 脖子上 脸上 这种地方 做纹身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有想到过 就是我会做自由行业 对 因为咖啡对我来说的话 也属于自由行业 因为它的受居数度 其实比较低 就没有公司那边说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什么的 对我觉得比较低 所以在工作当中的话 在我决定要往这些部位 纹大面积的纹身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肯定会做自由行业 就是纹身对我的工作 不会有影响 那个我很早之前就想好了 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非常好奇 就是就比如学纹身的 就是特别是在 做一个学徒的时候 你们没有入门 然后没有入行 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学习和练习 就比如我们如果是做咖啡的话 就是可能我们会去找一个咖啡店去入行 我们去端盘子洗碗 洗杯子 洗碟子 慢慢来接触这个行业 学咖啡的制作 但是纹身就你如果还是想从零到一入行的话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也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你不会纹身 但是有的人可能有美术的基础 对如果你如果有这个基础的话 你画画比较厉害的话 那你去找师傅学习的话 做学徒 师傅可能不会在绘画上教你很多 因为很多做得很厉害的纹身师 也有很大一部分 他们是也是刚开始学纹身的时候 没有绘画基础的 然后但是你如果是绘画也是零基础的话 那师傅可能会教你先离模 然后用铅笔画那种过渡啊什么的 他会给你一幅画 你用拷贝板去考 把外轮扩考出来 然后自己去填色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先找清楚 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对比如说你想学那种美式的old school new school 或者是传统风格 新传统 中国新传统 或者是日式老传统 或者是写实 有很多种风格 还有花体字 lettering有特别多种风格 想好 因为每一种风格 它对画画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很简单 有的也比较难 像lettering的话 就是它的设计感很重 因为它就是字母 像你这边 对我这种就属于lettering 就是花体字的一种 它属于软化 师傅可能也会教一些店里的大事情小事情 比如说帮师傅铺工作台 怎么装机器 怎么调机器的电压 对应的符数 这个你都是要学的 这些没问题的之后 师傅可能就会教你去下一步 教你去怎么去装机器 装针 怎么去认识 认识纹身机这种 那刚开始练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直接在人身上纹 然后我们会有一种练习皮 那目前市面上的练习皮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橡胶 一种是硅胶 就是厂家可能尽量做到和人体的组织最接近的那种 包括它的那种感觉是 对质感是最接近人体皮肤 但是它们有本质的区别 就是它的弹性肯定没有皮肤那么足 对它的弹性 因为硅胶皮它只能尽量做软一点 就工艺上做的好一点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硅胶皮它是一个完整的平面 对可能A4纸大小一个完整的平面 但是人的皮肤没有任何一块 是一个完整的平行的 对对对 所以你刚开始练的时候 你可能会在练习皮上练线 练直线 练曲线 练圆 练弯的 其实这个的作用就是 你的手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包括对纹身肌的刺入 因为练习皮是很容易上色的 特别容易上色 就是你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师傅会可能会给你打一张图出来 然后上面有一定的配色 然后你会先把这张图用 在打印机里面打印出来 然后转印在这个练习皮上 然后你就开始吻 但是练习皮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 就是有些人我遇到过 他们确实有天赋 他们可能练习 练习皮练过 就练过几次 可能就吻过几张练习皮 他们直接上人皮也会做得很好 然后有的人可能练习皮练了很高的一摞 他可能上第一次在人身上 人皮上纹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纹的线不直 就是很弯 然后或者是纹的不实 这个说实话 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一个事情 因为每个纹身师都是这样过来了 他们第一次在人皮上做图的时候 不可能是完美的 不可能是完美的 所以很多纹身师 他可能特别特别热爱这个行业 他会自己给自己纹 对他会给自己纹自己的大腿 纹自己的小腿 因为只有大腿和小腿是最方便的地方 因为纹身操作的时候 你的惯用的右手是拿机器的 然后你的左手是要撑皮 就是把你的皮肤这个部位要撑开 所以他可能只能闻到你的腿 是有的纹身师 他们真的就是拿自己做实验 我记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永远忘不掉 那个时候我还在武汉学 然后我大概学了可能三四个月吧 三四个月 然后就想上手了 我想上手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那个时候的技术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时候我的师傅会给我安排的一个客人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夏天 跟现在一样是夏天 就是工作室的空调也是温度开的特别低 但那个是我第一次帮别人纹身 就是我的汗是一直流的 我的汗是一直流的 但是就是太紧张了 对特别特别 而且我控制不住自己 而且我的手也很抖 然后我大概就闻了可能很小的一部分 我就跟我师傅说 我说我闻下去了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对我因为我克服不了这个手抖紧张 紧张吗 对我克服不了 然后我师傅就说 你必须要硬着头皮把它做完 但我现在想想 跟我真的对文春这个行业 有认知有了解之后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对不是很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但是总要有第一次 对总要有第一次的 对 他知不知道你是刚学习了之后 他知道 他也是经常来工作室玩的朋友 可能也不是那么那么介意 但是他的联系方式我还有 他现在这里已经是满的了 对就之前做的那个肯定是 就是把它盖掉了 就盖掉了 我自己的手机里面 现在没有那个图的样子了 但是刚闻完之后 我是记得的 就是闻的质量肯定是非常非常差的 对 肯定是非常差的 这个是我记忆特别深的 第一次帮别人纹身 对 但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人 可能都是这种 对 都是这种状态 纹身收费的这个方式的话 几乎就只有两种 一个是100%按小时去收费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 比如说我看到了具体的图 具体的大小 包括什么颜色 就是一口架的那种 就是这两种 一般就是这两种模式 比如说有的文人师可能 他做得很好 包括在 他的知名度也很高 他可能会收到2000 25小时都有 然后也有的文人师的话 比如说你包整臂 包一条整臂 或者是包小臂什么的 他会根据图的难易程度 还有具体的颜色的搭配 来跟你说一个具体的价格 对 一般只有这两种模式 因为纹身的话也是 做老客人的生意 比如我帮你纹 这个客人对我很满意 他可能会把我接着给他的朋友 是的 跑去学徒这一块 就我认识的和我身边的 一般都是800块到 2500都是这个区间 我也听说过有3000 3500一小时的 但那种确实是 大神级别的 对确实很厉害 对对对 他们有他们的追随者 对有他们的 有他们固定的人群 真正做到那种 2500收费可以一小时的 首先他们肯定是 只做自己的风格 对他们的 个人风格很明显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 起码在国内是 有一定的知名度 对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就是确实是 做的比较好 因为2500一小时 确实算比较高的 就是包括上海的 很多纹身的客人 他们对纹身也是有概念 有审美的 有质量要求的 就首先不管是我的朋友 还是不认识的人 他们来到店里面纹身 首先有职业操守的纹身师 是不会给未成年人做纹身的 没有满18岁 不会给你纹的 对我之前说 未满18岁 好像是不能纹身 对对对 也不是不能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 取决于纹身师 他的职业操守怎么样 也有很多纹身师 可能有些中学生 他辍学14-15岁 有想纹的 他们可能为了赚钱 也会帮人家纹 在上海这个地方 也有 但是比较少 我也不能往外说 对 但是这种店 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就是单纯的 只是为了赚钱 而且作品质量也很差 包括建议的话 可能所有的纹身师的建议 就是就不要闻情侣的名字了吧 对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 在乎对方的话 不是说 这个方式就是 在乎的一种表达方式 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是老公老婆 我们会帮你闻 因为这个是有 很大的纪念意义 或者是你有小孩什么的 对这种事 就是肯定是不会后悔的 我觉得是不会后悔的 我们首先肯定是不建议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闻的话 就有的纹身师 也会帮你闻 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 因为这个不是唯一一种 表达爱的方式 完全不是 其实我说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觉得很多人会感到吃惊 其实刚开始在武汉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 我就是玩的心态 有新鲜感特别足 等到我真的再回上海去学的时候 我是下定决心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 我手上真的没有钱了 但是我妈妈是那种 我做什么事情 她都会支持我的人 只要是在合法范围之内 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妈 一直软磨硬泡 说我想去学这个东西 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想 对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想让她帮我交学费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钱了 然后估计可能有小半年的时间 我经常跟我妈说这个事情 然后我妈就同意了 然后我 她帮你交了学费 对我在上海学文生的时候 是我妈妈拿着 那个时候我的学费是三万块 三万块 人民币三万块 三万块学了多久 学期一般都是一年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我妈妈领着我 去我现在目前这个师傅的店里 然后我们一起上去的 然后就跟我师傅聊了聊 然后就决定去学了 因为我妈妈其实 我妈妈虽然是一个七零后 但是她 她很多事情想的比较开 因为男生他有一个观点 就是不该碰的东西 不该学的东西 你不要去碰它就好了 我妈妈就是 她所说的这个就是黄赌读 你不要碰就可以了 其他其实学什么都是 因为文生 她后来自己想明白 它就是一门手艺 它是靠手艺吃饭的 所以她把这个点想明白之后 她那天就找我聊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第二天 就去找我师傅去了 而且还是她带着我 这个是我特别感谢她的一点 因为她很支持我 但是她就是不开心的地方 就是我身上闻的太多了 她只是比较介意这个东西 她对我可能没什么要求 就是说你不要闻太多了就可以 但是 结果就还是闻太多了 对对对 结果还是还是闻了很多 对 她我包括我爸爸也是 他们都特别支持我 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任何事情 有家人 尤其是有爸妈的支持的话 你的瓶颈会很足 因为一直 他们都会支持你 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感谢 谢谢 谢谢 没事 碰个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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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哈 哈哈哈 那竹子说的挺触动我的一个点 就是 她软膜硬泡了半年的时间后呢 她的妈妈亲自带着她去找文身的师傅 带她交了一年三万块钱的学费 其实他们已经考虑清楚自己的儿子不是做违法乱计的事情 而是要学习一门自己热爱的手艺 全天爱的父母呢 都用着不同的方式 爱着自己的孩子们 所以他们又怎么能不支持 录完节目后的那天 我拿起了自己的手机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发了一条这个世界上最简单和直接的表达爱的一句话 那我希望这期视频呢 能够让你们对这种小众冷门的职业 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同时呢 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同视角的思考 那制作节目不易 希望大家给我们点个免费的赞 支持一下我们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